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發布消息說 下轄的國土安全調查局所屬的 聯邦智慧產權協調中心 最近查棄並且關閉70家 涉嫌非法販賣假冒偽劣產品的網站 至今聯邦執法單位在過去兩年以內 已經取締超過800多家類似的非法網站 提醒民眾不要購買仿冒品 也小心上當 在這次取締販賣假貨網站的行動當中 聯邦執法人員假扮消費者 向這類網站購買產品 包括嬰兒用品 職業求隊求衣 語言以及健身的教學DVD 還有各種各樣的衣服以及首飾珠寶 然而這些商品都是網路供應商 販售的假冒偽劣產品 大多數由海外國家流向美國 警方一旦與原油品牌廠商進行確認 判定為假冒偽劣產品之後 法官就會頒布禁令關閉販賣該產品的網站 警方表示 這次取締的70家非法網站 當中有許多的網站設計 幾乎與正版品牌的網站一模一樣 讓消費者難辨真假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買下盜版商品 或者向非法網站提供個人信息 不僅損害合法商品的支持產權和正當利益 還有可能讓消費者上當受騙 損失錢財 被取締的網站域名將由聯邦政府接管 倘若消費者訪問這類網站 將會看到聯邦政府的取締警告通知 同時希望消費者不要再購買盜版商品 另外警方還指出 從2010年首次展開網路打假至今 聯邦政府已經取締了非法網站839家 取締警告通知的瀏覽次數 也達到1億300萬次